浪游列國九州篇 我們來個快閃北九州五日自駕游 我們會先飛福岡再坐JR到洪本 重游一下鎮後的洪本城 之後駕車到神話之地高千歲 再上阿蘇火山吃火山灰 來九州這個溫泉勝地 就一定要共赴溫泉 來個一博二食 我們選了一間 2018年米芝蓮三星推介的溫泉旅館 嘩,真不捨得走 黃金洲壯正季節限定 花期極短的紫桶花 走之前再去福岡高達打個卡 五日六個城市 行程超級充實 想追蹤這個行程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但在有一點 серьез的概念 ницу那埋ness 七月四週青山 一場總共有五歧 !」 套織我多少切鎮 熊本紫 Food 在2016年經歷大地震以後 整個城市都變成了很多 除再多了些新商場之外 市佣叛造中票都更 meilleur 紅本地標、紅本城 經歷了這麼多年的復修 终于在2021年4月重开了 十年人士 相隔十年终于重游红本 另有一番体会 来到红本 除了食玩睡之外 都应该感受一下 日本人振后的动员力量和生命力 如何战胜困难 在短短几年里面 令到一个曾经历两次七级大地震的城市 摇身一变 恢复新机 今集除了重游镇后复收的红本城天守 感受一下当年地震的威力之外 还会吃完红本必食的两大名店 克萍拉面和盛烈亭炸猪扒 还到处找红本和打卡 你等我看看这只零拔山是A开西斯 他只得了十几公斤 他一个人搬两个28吋 轻松 轻松轻松 不行 打平放我就跌下来 终于来到福岗了 原来我都七年没来过福岗 我呢 就刚刚好三年了 我对上一次来迎一六年了 原来已经 而且他们转了巴士 以前是真的市区巴士来的 人又坐得不多 接着又没有行李位 现在就变了旅游巴了 旅游巴有行李位差很远 那之后我们就会出发去鸿本 其实去鸿本有几种方法 要么就直接搭巴士 在博多或机场市就搭巴士去鸿本 要么就坐升降线 我们当然是省时间就搭升降线 同时都密车的 十几二十分钟有一班 一个要留意的就是 就是九州新降线 它有些行李的规定 如果长阔高 连同车的行李 总长是超过160cm的话 其实是要先上网预约了先的 我试一下看看有没有 reservation 只剩下那些green car 才有那些reserved的 luckage 那些seats 不是常常有的 我试一下这些位置 其实很多时候 人们来九州都是买北九州巴士 六百多元 我们这次是四千多元 即是两百多元一程 如果你多乘一程来回 都是买巴士便宜的 但是我们真的打了一程去鸿本 就拿车租车了 所以我们都不买巴士 而且有些人说买巴士在博多站这边 排队排到黏着鸿本 最少都要排一个小时 红本红最出名是什么 红本红最出名是什么 红本红最出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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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伸动它 面积动 这只红本好很俊责 已经到10年了 我们第一次来十年 好似是 十几年是 现在先回到酒店去查评 我们今次住的酒店叫做The Blocksum 酒店正在上了一点 最高的是酒店 但後面淺灰色的那一棟是甚麼 很近 下來就是紅本站 紅本站一走出來就是 這房間挺大 新式酒店 感覺很新的 商人大床 都是用廣國鏡才拍得完 現在新的油式酒店 大部份的洗手盆都是擺張外面的 三分離 以前是乾濕分離 現在洗臉的位置都拆開了 這裡的房間都已經有齊了 這些套餐 這間商務酒店有點奇怪 沒有浴缸 日本人沒有浴缸也可以嗎 樓下不是會有一個大浴墻 一體連城式的馬桶 這個很漂亮 42吋大電視 很大 沒錯 而且這間酒店房的設計 也是混合了少少和式的風景 包括燈 包括燈 場紙 裝飾品 還有窗簾也有少少和式的風格 咖啡 這間酒店是用的 這間酒店是很漂亮的 這間酒店是很漂亮的 茶杯 茶杯 很少給這麼漂亮的茶杯 我們今晚會在這裡住一晚 每一晚的房價是1300元 平時900多元就可以租到 但因為現在是黃金周 所以房價都加價加得很厲害 但這間酒店也新開 貴900多元是正常的 我們從火車站出來 其實全部都是平路 是完全不用怕用重行李會走不到的狀態 而且它很容易認 就在Miu Plaza的旁邊 就已經有一個門口可以上來這個酒店 很方便 對呀 你自己鎖上一個行李箱 對呀 紅本站鎖A線去這個 紅本城市亦所前 對呀 那每個馬路就是的 很近的 有頂帽子 這樣高個旁邊的樹 會被雷針嗎 對呀 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紅本城南面的入口 進去參觀紅本城是要收費的 大人每個800日圓 這個紅本城其實在2016年 經歷了大地震 很多地方都受到很大的破壞 他們的重建其實都很漫長 最新的指示 就應該是要去到2052年 才可以修復完成的歷史36年 這個重建項目 它的重建方法是要還原 紅本城以前的模樣 所以它是拿回原本的材料 即是它哪些石起上來 跌下來 它要判斷那顆石 那個位置 然後逐顆逐顆地鋪上去 所以它需要耗時的時間 是特別長的 這條步道主要是因為 城的下面 都還是進行復修工程 所以就特意駕起了一些步道 去讓遊客過來參觀 一來比較安全 二來你也不會阻礙到他們的收復 好 我們就上到這個紅本城的步道了 這個紅本城它有開放時間限制的 去五點鐘就關門了 四點半就是最後入園的時間 我們現在是四點鐘 是的 剛剛好 飛機如果要跌倒 遲些都來不了 應該這樣 這條步道其實都真的挺高的 我想三層樓高 變成了我們去參觀 反而是更近了一些城 不需要惡高的頭望 因為正常如果是走路進來 是應該去到最後才會看到紅本城 讓敵人就不會那麼容易找到天壽角 攻城 對 攻城的時候沒那麼容易找到 很明顯都難得很厲害 你看這個洞 上面那個建築物 木有點彎了下來 好害怕 很擔心它 你看這裡的牆壁全部都裂開了 遠看都不覺得 其實有一邊是用了白布 蓋住破壞了的地方 這裡正前面的位置有一個塔 還有建築物 整個建築物都沒有了 已經破壞了 我們現在來到紅本城的天守堂 你會看到有大天守和小天守 就是雙天守堂 這個天守堂 其實在2021年4月才完成 已經很快地走一圈這個紅本城 這個天守堂 其實重建完之後 真的變得很厲害 我記得以前 比較復古一點的一個城 以前是木樓梯 是很古色古香的感覺 現在其實已經完全翻新了 好像一個很現代的博物館一樣 地板 那些展館 其實基本上全部都是新的 剛才進入了國博物館 其實它很多原本的建築 都已經圍起了 封起了 在裡面加建一些平台 一些空間 去做個展覽 原本的建築物 其實我們已經踩不住了 我想這也是為了保護的作用 這個博物館 我們看到總共有六層高 頭那五層都是展覽 有很多不同的展品 去講返紅本城 由1600年開始的歷史 去到最高那一層 其實就是一個觀景台 就可以在天守閣那裡 望返紅本城 就是多漂亮 我想最好 都要約兩、三個小時來走這裡 還有一個輕鬆的連登仔 各位 其實不斜 從這個方向看過去 就發現真的難得很小 你來這個紅本城 其實真的很感受到 當年的16年的地震的威力 這座紅本城已經四個世紀了 到現在就經歷了這樣的大地震 這個南大門 是說難度呢 直接是外面有一些鐵架 頂住它 讓它不要塌 但是很難想像 如果突然之間 在地震的話會怎樣 這裡來展示給你們看 其實災後和災前的樣子 對比 有某幾個建築 不是完全爛了 就是這個 現在是沒有了的了 我們開頭以為這些是布蓋住 其實不是 它原來是鋪了一層石屎 那它如果要修復的時候 它就要 不是 它要鑿開一些石屎 再將石鋪回去 這又是另一個 忍者都爬不到 但是連登仔爬到的城牆 中間的 漏的 漏的 喂 大哥 你看上面的 漏的 可以可以可以 幫你蓋住 進去進去進去 這個城彩丸 其實就是一個手信街 裡面有很多手信買 有餐廳有食肆 走來看看 肥厚太古 真正 哇 好多 原味 辣味 金芝麻 黑芝麻 夠了 好 我們剛剛走到這個肥厚冥果 它裡面有很多一餅餅的花生糖 這隻糖其實是我們的志愛 它裡面極多 所以我們買了很多 超級好吃 我們在外面見 多數都是花生 乳味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這裡還有得賣紅盆特產 辣的蓮根 就是把辣的芝麻 折到蓮藕 但我對芝麻沒什麼興趣 這是完美的餅餅 即是送芝麻 好吃 這些其實是買不到的 這些 最多是吃的 它冷藏著 很棒 我們剛剛買了這個 英彩院的名物 這個是海膽可樂餅 蠻漂亮的 但剛才摸上手就覺得不夠熱 對 它做了很久放在那裡 對 放在那裡 趁熱就放在那裡 還要一點熱的時候 吃到了 全部都開膽 嘩 這個真的爆漿爆到超級 爆漿都開膽 剛才那個鏡頭還是爆漿 它再拿給我的什麼都沒有 你想要買多一塊 不會吧 那麼腥都不好吃 你不要吃那麼多 我怕你犧牲來點這個位置 我為了犧牲我幫你吃了這個 但我也不想 400多英是值得吃的 那麼多海膽 太划算了 我們剛剛坐進來 黑瓶拉麵在洪門市 是隨便高巨塔啤洛奇的拉麵top 3 這間拉麵已經有61年歷史了 以前只有一間分店 現在開多了好幾間 所以我們這次來 大概要點幾個時間 你都不用排隊 這裡最有名的黑蒜加豬骨湯 再加兩隻蛋 我帶了這個 一份是1050元 其實要60多元 也挺便宜的 我們的拉麵就來了 我只要這個拉麵 看來它表面有些黑蒜的渣渣 在這裏 這隻生蛋是散了的 差一點點 還有我覺得它有問題的 就是紫菜完全浸進去 已經浪漫了 我覺得這兩點差一點點 它沒有什麼豬骨味 一來 二來我剛才已經沾了很多蒜油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很有蒜味 但蒜味不足夠 我們分享的是爆蒜那種味道 如果你說自己黑蒜那麼出名的話 因為生蒜的味道會比較強 它這個已經炒到焦了的蒜 香味很足 但吃下去的味道 就沒有它的香味那麼明顯 有什麼後勁是它的蒜味 我自己覺得蒜炒到有點苦澀 就是你直接幫我拉麵增加苦澀味 而是增加了蒜香味 我的豬骨湯只有咸味 都不太感覺到豬骨的味道 不是覺得很清甜豬骨的味道 不算是很煙韌 還有彈了一點點 它就不是很掛湯的麵質 有一點點普通 我自己覺得你的拉麵 我這個是半份的拉麵 所以它配上一粒蛋 還有兩片叉燒 它這隻是一隻薄的叉燒 它不是那種五花腩做的叉燒 你會看到它是瘦肉比較多 它不是一層層層肥肉的那種狀態 都是瘦的 瘦的一定是柴的 因為它切得夠角 所以它就 哇 吃完這個黑亭拉麵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正正常常 沒有什麼記憶點的拉麵 感覺就是去了一間連鎖拉麵店吃拉麵 而不是一間人氣名店的那種感覺 紅包可以試一試 不用排隊的話 但如果要排隊就不要了 好 那我們接著轉場去哪裡 下一集轉過來轉場 一下一秒轉場 我們去了下通商店街 這條商店街分上通下通 串在一起 是一條很長有蓋的商店街 這裡基本上遊客會到的店都在一起 如果要購物的話 藥妝店在這裡都齊張 對 還有一間Donkey在這裡 玩到幾點都可以 我們坐次電16個站就來到這裡 其實很近的 大概20分鐘車程左右就已經到 Fancy 哈利波 特別喜歡 哈利波 粉絲 哈利波 哇 好可愛 Halibor 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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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我喜歡 這對的邊邊是 Mari Mikko 對呀Mari Mikko 600塊的Mari Mikko 很划算 這對的 而且顏色是少少Beige的顏色 我喜歡這對 Giriの普通 都 そこに似合う笑 說這麼快 又到晚餐時間了 我們這次就來到 Amu Plaza 的聖烈屏宅 豬扒當 這間當 其實在紅本 是超級出名的 它已經四十幾年的歷史 了 新市街附近 就有一間本店 但是呢 現在已經開到 周圍都有分店了 而這個Amu Plaza分店 其實就在紅本站 旁邊的商場 開到十點鐘 極方便 響正我們的酒店 樓下 這裡最有名的 就是食鹿兒島的 綠白黑豚 相傳 由出生到六個月 都只會用番薯去餵 豬的鬚味 就不會很重 就保持著 很清爽的味道 帶了兩個綠白黑豚的炸豬扒飯 為什麼叫綠白呢 就是這些豬 全身都是黑漆漆的 唯獨是四肢 尾巴 鼻子都是白色的 六點白 所以就叫綠白黑豚 我先試下一塊 我這塊是豬柳 是一塊瘦肉 但它的肉一點都不擦 然後 是很軟軟的 一咬就鬆了 我又用這個 一咬就要鬆了 一咬就會鬆 一咬就鬆軟 然後是咬得團的 沒有筋 肉質是比較軟軟 它沒有脂肪的感覺 豬柳肉的肉味很濃 我最怕豬的鬚味 它這裏完全沒有 是好的豬的味道 還有我剛才試了這個芝麻汁 兩斤的芝麻去磨出來的汁 其實已經很濃的芝麻味道 很好吃 到我試一下 這是豬扒 這個會肥一點 其實應該是最好吃的 8分瘦 2分肥 絕對不會搽 嘗試一下 雖然很厚切 但完全吃下去 不會感覺到有爪爛咬 非常之軟 入口即化那隻 還有它有少少肥膏 混合起來吃 我覺得很好吃 退而不利 非常清爽 整個感覺 完全沒有油翼味 讓我試一下Ricky的芝麻醬 沾他的芝麻醬不得了 嗯 正 他的芝麻醬 肉的感覺更紮實 更爽口 更爽口 多了一種油脂的香味 如果你問我兩種肥膩 我又喜歡的芝麻醬 多一點 對 彈牙一點 鬆軟加一點點彈牛肉 口感會比較豐富 芝麻醬好吃 芝麻醬出色 推介芝麻醬 哇 他的蝦真的很巨型 你看蝦味就知道不是粉漿 真的是一隻大蝦 你看一隻蝦大 你的臉 不行 很重 它真的很重 很重 一下子放在嘴裡 拉大一點 拉大一點 你有沒有咬到 這個相對地粉漿是厚一點的 剛才的豬扒炸粉 全部都很薄 彈彈肉 哇 他的蝦不得了 他的蝦肉很爽彈 而且蝦真的很大隻 吃下去淡淡肉 而且蝦味也很重 雖然經過了吉列炸 它的粉漿相對地是比較多 但是吃下去整個吉列炸的味道 不會搶了炸蝦的味道 炸蝦都不錯 說多一點 這個餐有芋菜和飯 湯都有 這三樣東西全部都可以無限添加 我們十年前第一次來這裡吃真正的日式炸豬扒 這十年來都去過其他地方吃炸豬扒 這次回到聖烈亭 十年後的味道依然驗到我 幸好不是中了萬德拉效應 大推啊 一定要吃 下一集 我們出發去高千歲這個神話國 看看美人搶船 搶到衝到瀑布 這集就來到這裡啦 記得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下一集見